统一是必然的 统一是必须的 习近平的任内一定会完成统一大业 所以国民党不要再打迷糊仗了 国民党总是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没有一中各表 就是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武统的对象 那就是台独的首恶 武统跟合统之间的平衡点 武统开始合统结束 以武逼合 所谓的武统就是斩首 他把范围缩小到几个首恶的台独分子 用斩首的方式把首恶台独分子除掉 除掉以后 其他的跟随了台独 附恶的台独 盲目的台独 投机了台独 全体就投降了 现在大陆应该已经有一份 台独首恶分子的名单 可是这次习近平嘴巴没有想斩首哦 但是言语的内容很清楚哦 合统是基调 合平统一是基调 但是不放弃武统 而在武统的对象是台独分子 不是台湾人民 那不就斩首吧 本来蔡英文跟我年纪一样 可是比我老了那么多 他已经很辛苦了 被习近平这么一下的话 那蔡英文更惨了 更老了 更丑了 习近平讲话里面特别提到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要帮中国人 诶 这句话很有意思哦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所以如果台湾人民里面 承认九恶共事 一个中国的 那是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 那打谁呢 打不承认是中国人的人 因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嘛 那你不是中国人嘛 那你当然要可能成为被打的对象嘛 中国人帮中国人嘛 你不是中国人 那谁要帮你呢 习近平又说得很清楚哦 他说中国人的内政 是不容外国人干预的 什么叫中国人的内政 两岸的统一的问题 就是中国人的事嘛 当然还有一种 根本不知道台独是什么 就跟着台独摇旗呐喊 像太阳花那一群 无聊的人一样 看到台独 认为台独很好玩 于是带着女朋友 就跑去参加太阳花运动 说她也是台独 台湾的防空导弹 号称全世界密度第二 那大陆怎么斩首呢 让我告诉大家 这么多的防空导弹里面 75%都叫霍克导弹 或叫英式导弹 什么叫霍克导弹 英式导弹 那就是二战时候的老古董的防空导弹 防空导弹有没有威力 没有威力 那是摆着好看的 摆着安慰自己的 台湾的军方为了让蔡英文高兴 常常骗外行的蔡英文 例如说 说台湾海军研发出来 航母杀手叫雄山导弹 但是从大家看出来了 雄山导弹没有威力 连个渔船都在打穿一个洞 雄山导弹能干嘛呢 现在别人笑话一辙 请问一下 invested天绤弹' Shore 未经讶弹 som 本人 有 到